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多东西 考试之前能复习完吗 是前辈吗 好久不见 有什么工作需要我处理吗 谢谢 这么一说 确实有段时间没和你见面了 最近因为备考的事 除了工作和训练 我都很少离开图书馆 考试的时间越来越近 可是要复习的东西却还有好多 嗯 是西风骑士团的选拔考试 虽然我已经作为女仆 在骑士团里工作了不短的时间 但想要成为正式的西风骑士 还是要先通过这场考验 只是我之前已经失败了好多次 也不知道这次还能不能顺利 不 不用了 我能照顾好自己的 这是我自己的考试 但是 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 必须克服的困难 况且 离考试开始也还有一些日子 蒙德成的荣誉骑士可不能花太多时间在我身上啊 不过 如果 如果 如果开考那天 你正好有空的话 嗯 根据骑士团的安排 大概还有大半年的时间 嗯 半年的时间 不算最近吗 虽然还有一些日子 但是如果不好好利用起来 时间很快就会溜走的 我有好好规划过 只要每天少睡两个小时 工作加快一小时 空出来的时间全都拿来复习 正好可以看完这些书 觉得困了可以泡杯咖啡 体力不够的时候 我也准备了一些糖 不 不会吧 我也有好好分出时间来锻炼的 毕竟实战也是考核的一部分 啊 啊 是一下子太激动了吗 好像眼睛有点花 不行 明天还有安排训练 不打起精神的话 哇 实在抱歉 让你看见我不成气的样子 我已经没事了 嗯 但是 一想到考试 我心里就慌得不行 只有复习和训练的时候能缓解一些 结果 不停地发现准备不足的地方 反而更加紧张了 换个地方吗 确实 总是待在骑士团和图书馆里 不知不觉就有一种一定要去学习的气氛 可是 又该去哪里呢 猫尾酒馆 还是天使的馈赠 还是离蒙德城在稍远点的地方 摘星崖或者风起地 再准备一些松饼和餐步 就能去野餐了 不过 会不会占用太多时间呢 黎月 旅行 这 这怎么能行 来回一趟花的时间可以看好多书了 嗯 你的意思是 不能把自己局限在蒙德城里吗 确实 蒙德是以风为象征的 而我的神之眼却是炎 却炎神建立的国度 说不定真的可以学到些什么 那好吧 如果只是去看看的话 居然 真的到黎月来了 建筑的样子好特别 来往的人也好多 而且总感觉好像在被人看着 我 不要开我玩笑啊 在大陆上开这种玩笑 让人听见 会被误解的 明明在蒙德的时候 遇见陌生人也没有那么怕生 现在却感觉束手束脚的 是因为环境完全变了个样吗 都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举止 才不显得失礼 听说 根据李月的用餐礼 进餐必须要用到筷子 虽然在蒙德招待李月来的客人时 有为他们准备过 我自己却还不太会用 不会被人笑话吧 我只是随口一提 不用特地去了 留在李月的时间宝贵 还是得抓紧时间学习 嗯 也是 如果礼数不周的话 怎么好意思请教呢 那还是去了解一下李月的饮食吧 前辈有什么推荐的店吗 前辈推荐的店 会是什么口味 有点期待呢 这不是旅行者吗 今天想来点什么 万明堂的口味包你满意 嗯 还带了新客人吗 看这位姑娘的一身打扮 莫非就连蒙德成的西风骑士都不远万里赶来李月 尝我万明堂的手艺了 西风骑士 我不是 开个玩笑而已 想必这位骑士是有公务在身吧 不过 既然来了李月 顺道来万明堂尝尝李月的美食 倒也是不枉此行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难道你想去的是琉璃亭或是新月轩 哎 出到李月的外地人 大都只听过这两家的名号 就是没想到连西风骑士也不能免俗 其实 我还不是正式的西风骑士 只是在西风骑士团见习的女仆 这骑士还分这么多种的吗 罢了 只要你们是来万明堂用餐的 我就包你们满意而归 既然是出道李月 姑娘怕是还用不惯筷子吧 这烤吃虎鱼 闻着新鲜 吃着方便 调味上再控制一下辣味 刚好合你们蒙德人的口味 不妨试一试 我 想多学习下李月人的饮食习惯 如果只为了自己吃这习惯 好像有点违背来这儿的目的 想尝尝本地口味吗 那可得试试我们的招牌菜 水煮黑备炉 只是这道菜不用筷子就不好入口了 而且辣味也不是人人都能接受 热锅凉油 下入大把的绝云浇浇炒香 再下琉璃带磨成的粉 突出辣味 光是听着就觉得好辣 我真的能吃得下吗 嗯 不能在这里放弃 只是 只是一点辣味而已 我能行的 某师傅 就要这道菜了 好嘞 两位请上座 水煮黑备炉 马上就好 好辣 连筷子 都拿不稳了 没事 虽然很辣 但只要习惯了辣味 果然还是很鲜美啊 没想到用了这么多佐料 却还是能尝出鱼肉本身的鲜呢 下次招待李月来的客人 我也能拿出这样的美味吗 有 有吗 那我回去再烤些松饼送给你吧 哎呀 已经吃完了吗 感觉怎么样 就连本地人都很少能一口气吃完的 非常好吃 谢谢毛师傅 嗨 客气什么 看到食客吃得高兴 就是对厨师最好的感谢了 不过 真没想到你居然连汤都喝完了 那个辣味在李月也没几个人能受得了啊 哎 原来汤是 不用喝的吗 呃 也是 哎 下次再来 要多注意一下李月菜的享用习惯了 哎 我刚才听见 那边好像有打铁的声音 是铁匠铺吗 武器 应该是最能体现一个地方战斗特色的东西了 下一趟 能陪我去铁匠铺看看吗 好的 感觉 就像是你在招待我一样呢 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这些武器 光是看着就感觉很有分量啊 不愧是阎神建立的国度 如果是用西风剑术 该怎么运用这些武器 又该做哪些调整 嗯 虽然也是在思考问题 不过 好像没有在蒙多那么紧张啦 喂 那边那个 在干什么呢 喂 有什么事吗 小朋友 本大侠不是什么小朋友 看你打扮古怪 神神秘秘的 又在大叔的铺子周围转来转去 一定是在打什么坏主意吧 我 没想干什么 哼 本大侠都看出来了 你看那些武器的眼神 简直就和本大侠一模一样嘛 你一定是想趁大叔不注意偷拿几箭吧 哼 本大侠奉劝你好自为之 趁早收手 不然被大叔发现 可是要挨骂的 是 是啊 我平时用的武器是大箭 这里也没看见啊 大箭 哼 大叔确实没把大箭摆出来 明明都求了他好几次了 不过本大侠可没那么容易上当 除非 让本大侠看看你的大箭 还有神之眼 才 才没这回事呢 独孤宝剑才不会输给什么大箭 炎元素的神之眼 本大侠也迟早会有的 才没有羡慕呢 完全 说出来了呀 唉 没办法 那么 看的时候请小心一点 记得不要伤到自己 记得不要伤到自己 你 你愿意给我看吗 那你真是个好人 哇 这光泽 真的是炎元素的神之眼 还有这把箭 好重 根本拿不动 可恶 好不甘心啊 要是本大侠再长大一点 不用着急 慢慢来就好 你的梦想将来一定能实现的 嗯 哼 本大侠已经确认过了 带着大箭和炎元素的神之眼 还是从蒙德来的好人 果然你 就是传说中的西风骑士 哼 蒙德的西风骑士果然名不虚传 不过本大侠是不会认输的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我们江湖再会 等等 我 唉 跑远了 希望不要有新的误会 不过 原来黎月的小孩子也会有这种梦想啊 小时候 我也经常和蒙德的同龄人一起幻想 将来能拥有什么样的神之眼 希望那个孩子将来可以如愿以偿 啊 不说这些了 我们接下来去哪儿 是去黎月的港口看看 还是先在附近休息一下 嗯 港口好像是有不少千言君助手 要是能向他们请教一下就好了 千言牢固 崇障不移 终于见到你们了 二位贵客 是的 听坊间传闻有西风骑士出现在黎月 我就来自查看了 没想到其中一位竟是七星的贵客 那么另一位 想必就是传闻中的西风骑士了吧 呃 抱歉 我还不是西风骑士 原来如此 这可真是失礼了 还是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在下名叫沙银 在千言军中负责守备与巡逻的工作 我是诺埃尔 西风骑士团的女仆 当然还不是一名正式的西风骑士 啊 关于先前的误会 我先替附近的居民向您致歉了 没关系的 话说回来 沙银先生找西风骑士是有什么事吗 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嗯 实不相瞒 我接到了一些宪报 近期出现了一小股从蒙德流窜来的盗宝团 宪报上说 这伙盗宝团驻扎在石门附近 如果贸然行动 被他们逃回蒙德 千言军就不方便继续追捕了 所以 我本想请您作为西风骑士与我一起前去击捕 互相做个见证 眼下看来却似乎有些不便 抱歉 如果我早点通过选拔 现在就不会 嗯 现在若是去申请西风骑士团的正式援助 说不定会给那群贼人逃亡的机会 啊 赶温在黎月港内可还有别的西风骑士 别的西风骑士吗 啊 要说骑士的话 这里还有一位 七星的贵客 还有如此身份 如果身为两国英雄的您愿意出手相助 那确实没有比您更合适的人选了 只是 为这点小事劳烦击退古神的英雄实在有些惭愧 不仅是风魔龙 前辈居然连古神也击退过吗 那可真是太荣幸了 在下先去和驻守石门的同僚确认击捕事宜 二位准备好后到石门寻我便可 那么 我们回头再见 千言牢固 崇障不移 千言牢固 崇障不移 多谢二位前来相助 我们刚刚已经确定了盗宝团的位置 马上就会开始行动 以防万一 还需要有人把守这条通往蒙德的路口 负责阻拦一些漏网之鱼 如先前所说 千言君在此地的行动多有不便 所以这件事恐怕还是得劳烦二位了 请问 我还不是西风骑士 现在也能帮得上忙吗 我们请荣誉骑士前来 只是为了做个见证 具体行动并无约束 您也不必太过顾忌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想尽量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那么 我先去与同僚会合 盗宝团若想逃窜 必会经过附近 到时就有了二位了 请问这次任务能不能交给我来处理呢 嗯 这次如果没有你在 我就连行动也参加不了 果然 和荣誉骑士比起来 我还很不成熟 但我也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为你分忧 嗯 请交给我吧 我 我真的做到了 不 都是因为有了你的肯定 我现在才能 辛苦了 从此地逃回的盗宝团已经悉数被我们拿下了 树木与情报上的一致 未有一人走脱 不愧是七星的贵客 蒙德的荣誉骑士啊 哦 是诺埃尔小姐阻击了逃窜的盗宝团吗 真是太感谢了 没 没事的 能帮上千颜君和沙银先生的忙 我真的非常荣幸 您实在是过千了 我听商人们说过 蒙德的西风骑士不仅个个身负绝技 更能及人之所及 救人于危难 以您这样的身手和品格 难怪赤虎岩的街坊邻居会把您认作真正的骑士啊 没 没这回事 真正的骑士什么的 我还远远不够呢 那么我就衷心期待着 您将来作为骑士活跃的身影吧 时候不早了 我先将抓住的盗宝团押送回去 千颜牢固 重仗不移 我们来日再见 再见 沙银先生 真正的骑士 还要多久才能配得上这样的称呼呢 嗯 是啊 不知不觉都已经出来这么久了 现在 就要回去了吗 抱歉 虽然有些任性 可以 再稍微陪我一会儿吗 我 还有个地方想去 就是这里了 嗯 我在蒙德也经常为骑士团的大家泡茶 所以想来学习一下 可以请你 一起喝杯茶吗 唉 果然里悦的茶和蒙德不太一样啊 味道和口感都有一些区别 但是茶水入喉时的温暖和安心感却很相似 西风骑士和千颜君 看书的时候 总觉得大家的准则和理念区别都很大 但想要守护民众的心 其实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呢 嗯 都是一样的 我好像 没那么害怕考试了 虽然 我知道自己和荣誉骑士还有很大很大的差距 听着你的经历 就像是在听书里的传说 不过 也是因为这样 我才能更加努力 更加期待将来 可以作为一名骑士和你并肩作战的一天 等到考试结束 我们再一起来离岳吧 嗯 如果后面还有远行的打算 现在还是先休息一下吧 哎呀 这位客官 可是从蒙德来的 看着装束打扮 却不像是一般人呐 莫非您就是大名鼎鼎的西风骑士 实不相瞒 在下甜铁嘴 有一事相求 还望这位骑士搭运 请稍等 实在抱歉 我还不是正式的骑士 只是西风骑士团的女仆 女仆 骑士 女仆骑士 这一点子可当真是绝妙 只要姑娘愿意帮忙 这曲才效果 想必能胜过其他骑士百倍呀 诚如二位所见 我在此间说书已有多识 这老评书翻来覆去已讲了许多次 客人们也都有些劝了 刚刚看见姑娘入座的一瞬间 便如惊雷一声乍响 我就想到了一出新书 一国骑士 离乐行迹 只不过虽然来了灵感 但若没有素材 却也是巧妇难为五米之锤呀 离乐坊间倒也有些关于西风骑士的消息 只可惜大都是捕风捉影 自相矛盾啊 总归不如找位骑士问问来的扎实 可我还不是骑士啊 不妨是 不妨是 有道是圆于生活 高于生活 这评书里的事自然是可以稍作修饰 适当发挥 前 前辈 我被说的有点晕了 到底该怎么办 悲然 遇到需要帮助的人就该施以援手 和我也不能冒充其事啊 这位客官可真是同情达理 姑娘 还请放心 我也不会让您为难 只要随我到郊外一行 稍微施展些刀剑功夫 让我开开眼界就好 剩下的 我自有分寸 那 那好吧 如果就只是取材的话 看来就是此地了 只是眼下秋秋人似乎正巧不在 秋秋人不在的话 是不是就没办法取材了呢 倒也未必 这营地中还剩下不少物事 就请姑娘用那大剑将他们一并扫清吧 清扫吗 这确实不难 不过秋秋人随时可能回来 田先生请找个安全些的地方看着吧 好 那骑士考虑周全 心思缜密 不错不错 颇有骑士之风 已经开始取材了吗 把这片营地里的物件清扫干净吗 好像就是我平时在做的事 那写进书里 应该也没关系吧 好啊 这条就叫 穿金绝铁西风剑 妙啊 这条就叫 铜墙铁壁骑士盾 嗯 这一段就写 这骑士料事如神 早早算准了秋秋人回营的时间 便让百姓事先藏好 单剑只身前去营地 不错 不错 只是这对阵的是秋秋人 哎 多少差点气愤 有了 请问能否再麻烦二位准备一点信物 信物 不错 正是信物 虽说是虚构的故事 但越是真实可信 就越是引人入胜 若是有战利品摆在眼前 就更是叫人不得不信了 嗯 那是要秋秋人的面具 箭矢之类的吗 这个嘛 二位若是方便 能不能从那一技守卫身上 弄点零件下来 对对对 这位客官真是明白人 听闻这一技守卫身上最常见的零件 是叫混沌装置 我先记录一下方才的灵感 二位若是准备好了这混沌装置 就请交给我吧 哇 这沉重的分量 这斑驳的伤痕 只要再稍加修饰 就近乎完美了 还要再修饰吗 总之 对您的创作有帮助就好 那是自然 我已经想好要如何下笔了 得赶紧回去记下来 二位 回头若是有空 记得来三晚不过岗 听我甜铁嘴的新作呀 天先生 到底会写成什么样子呢 总觉得有点不安 我们还是回离岳港去听听吧 只听 狂浪浪沉雷骤起 以时间金铁争鸣 四肢俱整 不由分说砸僵下来 哎呀 可谓事断平刚 力胜千军 当靠这事头 那十风都能给修下半截 常人若是爱上 就算不是粉身碎骨 也怕非死即生 可是您看那异国的骑士 眼见着铁爪直落 下盘江江吃力 只把剑刃啪的这么一横 煞尸间是当生大作 烟沉四起 又听轰隆隆一声门响 烟云见散 就见两对巨爪落在地面上 没了生息 这便是蒙德骑士 独传护体神功 铜墙铁壁骑士盾的威力 还没等骑士烧些 又见一道黑影冲篇而起 遮天蔽日 我 竟是一尊 一己烈者 骑士哪儿是等闲之人 心说 这又何惧 哇呀呀一声大喝 指一招 穿金绝铁西方剑 顿时间金光四射 急方旋起 崩碎万千火星 一人独斗两名遗技守卫 还要加上一个遗技猎者 为你也太夸张了吧 评书里的事还是不能太当真 这是在说我吗 这究竟是在讲什么 不行 我得请他重写一份 诸位若是不信 且看此物 这正是女仆骑士行走黎月的铁针 乃是她敖战一技守卫时 以剑锋凿下的碎甲残片 这是一技守卫的零剑 我听有亲戚在千言军里当差的朋友的兄弟跟我讲过 是真假话 上面的伤痕简直和星刻出来的一样 我 我得去和田先生说清楚 诚信 谦虚 明明是骑士必须坚守的美德 话说 那边那个女娃子 是不是和评书里的骑士有几分神似啊 何止是相似啊 简直一模一样啊 要不要去讨要一个名帖 那可是传说中的女仆骑士啊 诶 诶 诶 好的 这正是骑士西出石门关 障见形变万重山 一路黎月成家化 从此方明 百事传 转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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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意思是 我不该只想着复习吗 如果不能克服对考试本身的恐惧 到时候 说不定就又会犯同样的错误 一遇到预料外的情况 就不能好好思考 一想到这次也会失败 大脑就一片空白 多参加一些考试 就能习惯考场的氛围吗 确实 越是复习 就越觉得还有好多东西还没把握 考试的时候 难免会遇到意料之外的状况 如果能习惯考试的氛围 也就能冷静下来好好应对了吧 可是 又该去哪里参加什么考试呢 冒险家协会 说起来以前也有人邀请我去参加 既然是荣誉骑士的推荐 那么 我也去试试吧 向着星辰与深渊 欢迎来到冒险家协会 今天打算来点什么委托呢 是打算进行考核吗 还请稍等 我需要核实一下您的冒险经历 和协会最近的委托情况 不好意思 凯瑟琳小姐 想要参加考核的人 其实是我 嗯? 诺埃尔小姐 终于愿意加入冒险家协会了吗 啊 我这就为您办理手续 不 不是的 我只是想要参加考核 感受一下气氛 暂时 还没有成为冒险家的打算 实在抱歉 原来是这样吗 真是遗憾呢 冒险家协会的考核 只面向正式成员开放 需要根据冒险家的履历和协会的委托 综合决定考核的内容 所以 可能不太方便为您安排 不过 如果只是想体验一下考试的氛围 说不定可以去问问赛流司会长 他最近 正好在筹备冒险家协会的入门考试 目前还没有正式写经章程 让诺埃尔小姐先试试 应该也不成问题 啊 其实 和您的加入也稍有些关系 具体情况 可以去向赛流司会长了解 他现在应该在天使的馈赠起草考纲 说是在那儿更有灵感 至于考核的具体内容 我们现在也不太清楚 协会内部拟定的几版草案 都被会长亲自否决了 听起来 很容易遇见预料之外的题目啊 嗯 会遇到什么样的考题呢 狩猎三个一技首位 这会不会太难了 不行不行 会吓跑行人的 狩猎三头灵珠 协会肯定不会让这条题目通过 哦 是你啊 还有诺埃尔也来了 您好 塞流司先生 请问您这是在制定考纲吗 嗨 别提了 自从旅行者解决风魔龙事件 成为拯救蒙德的英雄 有不少新人受到激励 也加入了冒险家协会 只是这些新人大都没什么经验 遇见一只史莱姆都能伤惊动骨 结果协会里就有人说要设置什么入门考核 这 听起来也不错啊 这样一来冒险家们也就没那么容易受伤了吧 可这考核要是太难 不就又没人想加入了吗 一点点小伤而已 靠毅力不就能克服了 协会里怎么就是有人不明白 总之我已经否决掉两份草案了 现在就由我自己来做第三份 一定要把难度控制在最理想的水平 要是有人能来试一试就好了 至少先确定一个上限 那 塞留斯先生 请问能让我来试试吗 我对冒险家的入门考试很感兴趣 诺埃尔你的意思是 要参加冒险家入门的考试吗 那可真是太好了 既然是诺埃尔的话 就算全部出到最高难度也不在话下吧 请务必出最难的题目 好 这才是冒险家该有的精神 那么我就先来说明一下入门考试的规则吧 首先 因为冒险家总是团体行动 所以这场考试也是可以请人支援的 旅行者如果愿意的话 也来和诺埃尔一起参加呀 其次 考核总共分为三门 包括关于冒险的基础知识 生存技能 还有实战演练 只要通过其中两门就能达到及格线 当然如果是弄埃尔的话 拿到满分也是轻而易举的吧 最后要时刻记住冒险家的勇气与毅力 向着星辰与深渊 向 向着星辰与深渊 哈哈哈 很有精神啊 那么事不宜迟 现在就开始第一门基础知识的考核吧 作为冒险家必须拥有丰富的冒险知识 才能处理好各种状况 接下来我会出三道问题 你们可以互相讨论 决定之后再做回答 第一题 冒险家应当时刻把握所处环境的信息 确保自己能获得必要的物质 那么在蒲公英子 都都莲 风车菊 小灯草 这四样蒙德特产中 哪一种无法在奔狼岭附近采集到 奔狼岭 我记得书上说那里盛产勾勾果 可其他的特产好像没怎么介绍 不行 要反过来思考 这里面有没有生长环境比较特别 不太像是会出现在奔狼岭的呢 是啦 我记得风车菊大多开在风龙废墟 风起地和七天神像附近 其他特产的分布却非常广泛 三流斯先生 我们选风车菊 对了 果然难不住你们啊 那么接着第二题 冒险家应当时常总结自己的经历 撰写日志 记录自己的见闻 有一位著名的冒险家曾在黎月大地上展开过探索 并将自己一路上遇到的种种都记录了下来 靠着他留在各地的日志 是 年轻的冒险家也能提前预知到风险 那么 这位冒险家的名字是 总结经历 撰写日志 看来冒险也和学习一样 需要经常回顾自己啊 关于这位冒险家 我好像在书里看见过 连龙基雪山上都有他留下的踪迹 对了 应该是罗尔德先生吧 答对了 我还以为这题对蒙德的冒险家来说会有点难呢 不愧是诺埃尔 最后一题就随意点吧 对于蒙德的冒险家来说 最恐怖的秘境 传说中的无风之地 那是一片灰烬的海洋 有着令人耳鸣的寂静 那么 这片禁区的名字是 灰烬的海洋 无风之地 难道是 答对了 好好记住这个名字 总有一天你们也能跨越这片秘境 哈哈 三题全对 果然这点问题根本难不住你们呀 不过 接下来的生存技能考核可就没那么轻松了 好好准备一下 然后来猎鹿人餐馆找我吧 那么现在就开始第二轮考核吧 向着星辰与深渊 请出题吧 塞留斯先生 时刻填饱自己的肚子 储备好足够的食物 是冒险家最需要掌握的生存技能 所以第二轮考核就是准备一份适合野外应急的食物 考核的标准有三点 第一 材料可以轻松地从野外获得 第二 烹饪手法和用料要足够简单辩解 这第三嘛 嗯 可以让陷入危机的人重新振作起来 去做出热炫又美味的食物吧 准备好了就拿来给我 嗯 诺埃尔的作品可真是让人期待啊 哈哈哈 嗯 材料简单 制作方便 又能让人打起精神吗 前辈 你有想到什么吗 是烤肉排吗 确实 如果是在紧急的情况下 只用一块瘦肉 连调料都不需要就能制作呢 那么 准备好料理 就给塞留斯先生送过去吧 如果中途有遇到什么更好的点子 也可以再想想 考试的时候可不能太心急啊 烤肉排 哈哈哈 果然这才是冒险家的选择 材料简单 能量充沛 最重要的是架在火上就能烤 嗯 不太紧急的时候 调一下味就更棒了 鲜美多汁 外焦里嫩 喝过酒之后享用 刚刚好 是 是吗 如果塞留斯先生喜欢的话 我可以再做几份 哈哈 怎么会呢 这是在替诺埃尔庆祝嘛 嗯 那么 恭喜你们通过这轮考核 好 接下来就是最后一门了 好好准备一下 再来冥官侠找我吧 向着星辰与深渊 现在就要开始最后一项考核了 都准备好了吗 请 请说 我已经准备好了 很好 要说冒险家最重要的技能 果然还是实战啊 凶猛的魔物 危险的机械 只有在和敌人对峙的时候 才能让热血澎湃起来 这就是最后一项考核了 用最快的速度 击败游荡在附近的遗技守卫 我会在这里看着你们的 好好表现吧 诺埃尔 好的 这一次一定能通过 前辈 我做到了 不 以前只要遇到考试 我都会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 明明只要和训练时做得一样就可以解决 却总是担心 万一失败该怎么办 但是这次 我好像能平静下来了 只要想着有你在我身边 就有一种安心的感觉 都是因为有你的陪伴 那么 我才能完成这些考核吧 谢谢 谢谢 等到正式考试开始的那天 如果 我是说如果 这一次 说不定会有些不同吗 嗯 已经回来了嘛 看样子 这第三轮考核 也还是难不住你们啊 那么 现在就来宣布 冒险家入门考核的结果 满分通过 不愧是诺埃尔 这都是 因为有荣誉骑士在我身边 那么接下来 就授予诺埃尔正式的冒险家身份 希望你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积极冒险 勇敢开拓 向着星辰与深渊 哈哈哈哈 哎呀 不过真是没想到 诺埃尔你终于想明白要加入冒险家协会了 塞流斯先生 不好意思 其实我 别见外 现在叫我会长就行 冒险家 实在抱歉 其实我没打算加入冒险家协会 只是想要参加一些考试熟悉一下考场氛围 来为西风骑士团的骑士选拔做准备 啊 这 为什么会这样 我都想好要给你推荐的冒险团了 要不 诺埃尔你再考虑考虑 就算不是全职的冒险家 偶尔来帮帮忙也好啊 就当作是 对 当作是备考的一部分 你看 我们冒险家也有不少业务 是和骑士团重叠的吧 这也都是为了守护蒙德啊 备考 守护蒙德 对 对 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的 大概每天也就四个委托 四个委托 如果从休息的空闲里 再几点时间出来 啊 下意识的就想答应了 抱歉 塞留斯先生 我让我还是 拜托了 诺埃尔 帮帮忙吧 需要帮忙的话 好的 抱歉 塞留斯先生 还是下次再说吧 很遗憾 这道题的答案不是这个 很遗憾 只差一点点了 不用太气馁 答错了 你不是故意开玩笑吧 嗯 难道是我把问题设置的太难了吗 连诺埃尔都没答上几刀 哎呀 算了算了 别太在意 这些死记硬背的东西 对冒险也没什么帮助 嗯 已经回来了嘛 看样子 这第三轮考核 也还是难不住你们啊 那么 现在就来宣布 冒险家入门考核的结果 顺利通过 只差一点就完美了 有点遗憾啊 不过 连诺埃尔也没能做到全对 这考核的难度 果然还是要再调整一下吧 嗯 得适当降低上手门槛 再慢慢提高后续环节的难度 才能吸引更多新人 没有 完美达成吗 嗨 还是要先恭喜你完成了考核 我这就去让凯瑟琳给你办理手续 呃 诺埃尔 是哪些地方还没做好 还有没有办法改进 如果再重新做一遍的话 啊 不好意思 塞留斯先生 刚刚说了什么 我有点走神 呃 我是想问问你 接下来有没有空跟我去一趟协会 实在抱歉 塞留斯先生 我现在得抓紧时间来备考 不把这次的错误好好整理起来的话 下次要是再遇到 说不定还会犯错 不然 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 我 我先回图书馆去复习了 诺 诺埃尔 这 这都已经通过了 还复习什么 就算错了一点也不至于这样吧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唉 你回头能去图书馆里看看诺埃尔吗 希望不要因为我出的题影响到他的心态 嗯 这难度究竟该怎么设置 我得回天使的馈赠点上一杯酒 再好好想想 嗯 还不能睡着 呃 抱歉 注意力有点涣散 没有注意到你 我总结了这次模拟考试的经历 重新整理出了一批书单 蒙德地理知多少 一分钟看懂蒙德冒险史 有了这些就能获得更多知识了吧 蒙德之旅吃饱吃好 没想到在野外也有这么多烹饪方式 还有防身术 让魔物新平气和与你对话 冒险家的战斗方法也很值得参考呢 只是 要看的东西一下子又多了好多 我 还能看得完吗 可是 万一这次就考到了呢 如何救助落难的冒险家 如何与冒险家协会合作之类的 如果现在大意的话 到时候再后悔 可就来不及了 唉 考试开始前的每一秒 可都不能写下来了呀 不傻 较子 成功的样子吗 成为什么样的骑士 我总是想着 只要能成为正式的骑士 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理想中的骑士 对我来说 可能还是有点远吧 侦察骑士吗 那安博 应该会很高兴侦察骑士的编制增加了吧 可是 我不太擅长侦察和诱敌 伸手 也没有安博那么灵活 也不知道 能不能帮上他的忙 不过 我向安博请教过 怎么制作兔兔伯爵 如果是用兔兔伯爵来吸引敌人 保护同伴 说不定 我也能做到吧 嗯 之前向安博请教时用到的材料 我都有好好收着 只需要再准备这些 制作冲田物 需要用到活水来抹的泥液 吸引敌人注意用的红色颜料 可以用捣碎的洛洛煤 只是洛洛煤脱水晾干之后 不太好用来染色 还需要去望风山地采一些新鲜的来 那么现在 就先去望风山地吧 唉 这么多洛洛煤 应该就够了 嗯 是火水来抹 正好可以用作材料呢 嗯 化为尘埃吧 火水来抹凝叶 再加上捣碎的洛洛煤 好了 这下就可以开始制作兔兔伯爵了 嗯 就这样穿过去 最后再把针脚藏起来 唉 做好了 没 没这回事 我也只是做个样子而已 到底能不能派上用场 我心里也还没底 哦 附近应该有个秋秋人营地 就把兔兔伯爵安置在那里 看看能不能起作用吧 啊 既没有吸引注意 也没有爆炸 结果 我能模仿的 就只有外表了 果然 我还是没有办法 成为安博那样的侦察骑士 也许 我还没有准备好 开始正式的骑士工作吧 可是 我实在想象不出 自己还能做些什么 每次期待着通过考试 到最后 也只是再一次失望 别想起那种失望的心情 就不敢再去想 自己能成为什么样的骑士了 秦 秦 秦团长 我怎么可能成为这么伟大的人呢 秦团长 是西风骑士团的支柱 也是激励我继续努力的偶像 只要能稍微再接近他一点 我就很开心了 要成为和他一样的骑士 我怎么可能做得到呢 这 这样吗 确实 目标这么高的话 暂时实现不了 也不会太失落 可是 我还是想象不出 到底要做些什么 才能让自己更像秦团长一点 秦团长 确实也会亲手帮助遇到困难的居民呢 既强大 又温柔 虽然我还是感觉 没办法做到和秦团长一样的事 但至少 要成为像他一样温柔的人 那现在 就先回蒙德看看 有没有需要帮助的人吧 不好意思啊 马乔丽 我当时光顾着找昆恩聊天 好像什么都没注意到 嗯 实在不行的话 可以去拜托一下骑士团 如果告诉秦团长的话 一定马上就能帮你找到吧 谢谢 我再去问问别人 再没人看见的话 也只能拜托骑士团了 嗯 祝你早点找到吧 再见 要不要直接报告给骑士团呢 马乔丽小姐 请问你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是诺埃尔吗 其实是我从虚迷进口的一枚单片眼镜不见了 当时我正在整理刚刚收到的货品 因我眼镜一碎我就先把它拿了出来 擦擦干净放在一边 没想到等我整理好剩下的东西一转头 它竟然就消失不见了 我在周围问了一圈 不过好像谁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类似的是 也不是没有 你也知道 我的店里经常摆一些新奇的东西 以前也丢过鲁鱼木雕 骨质装饰之类的东西 不过报告给骑士团之后 很快就找回来了 请问 之前丢的东西 最后都是在哪找到的呢 嗯 鲁鱼木雕 是被荡成真正的鱼 让玛格丽特养的小猫给叼走了 骨质装饰 嗯 最后是在城外的小狗窝里找回来的 不 不能再给秦团长增添工作了 秦团长的时间 应该花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马乔丽小姐 寻找眼镜的事情 可以交给我来解决吗 虽然 可能没有秦团长那么迅速 不过 我一定会尽力帮您找到的 当然可以啊 拜托诺埃尔不就跟拜托骑士团一样吗 嗯 在行动之前 最好多收集一些情报 除了眼镜本身的信息 丢失的时候都发生了什么 尽量多问问马乔丽小姐吧 你们已经有思路了吗 想知道什么就尽管问吧 只要我还有印象的话 失误 失误 就是一枚单片眼镜 因为是从虚迷来的 所以样式应该很好分辨 其他特征的话 就是重量很轻 体积也很小吧 看见了什么 嗯 我当时忙着低头整理货品 没怎么注意身边的事情呢 不过这条街上人来人往的 如果真的是什么人偷偷拿走了眼镜 应该会有人注意到吧 听见的声音 啊 这么说的话 我当时好像听见了一种 噗噗噗噗的声音 因为声音消失得很快 我又想着先找人问问 有没有谁看见了什么 所以没太留心 这会和失误有关系吗 嗯 那个声音 应该是从我身后经过 然后一路往西北边去了 说起来我确实还没去那儿问过呢 前辈 我们就去那边问问吧 说不定会有谁知道一些线索 不好意思 葛罗利小姐 请问一下 您刚才有听见噗噗噗噗的响声吗 马乔丽小姐店里的镜片失踪了 我们正在附近搜寻线 噗噗噗噗噗的声音吗 我好像有一点印象 那应该是小团雀扇动翅膀的声音 今天听起来好像比平时要沉重了一些 像是带着什么东西呢 难道说是小团雀叼走了眼镜吗 会不会是拿去筑巢了 以前清扫屋顶的时候好像有看到过他们筑的巢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这下终于找到线索了 谢谢您 葛罗利小姐 不客气 愿风神忽悠你们早些找到失误 找到了 这就是马乔丽小姐丢失的眼镜吧 赶快回去交给她吧 希望没有让她等太久 马乔丽小姐 来 您的眼镜已经找到了 啊 这么快就找到了吗 真是太谢谢了 我还以为 怎么也得等上几天呢 是啊 之前丢了东西去找骑士团帮忙 总得等上一段时间 毕竟骑士团里大大小小要忙的事物实在太多 就算琴再这么厉害 也不可能变出两个人来处理吧 不过还好有诺埃尔在 我们才不用事事都麻烦骑士团了 嘿 这么一说 诺埃尔简直就像第二个琴一样呢 没 没这回事 我怎么好和琴团长相提并论呢 我能帮到大家的也就只有这点小事而已了 嗨 大事小事都是我们自己处理不了的麻烦事啊 如果诺埃尔将来成为了正式的西风骑士 会不会就没时间来帮忙了呢 唉 想想还真有些不舍得啊 不 不会的 如果将来我真的成为了骑士 我也会继续帮大家解决困难的 开个玩笑而已 诺埃尔可要好好加油啊 蒙德城的大家一定都很想看见你成为骑士的样子吧 我 我一定会加倍努力的 那么这次也多谢了 唉 这回我可得把眼睛好好收起来 成为 骑士的样子吗 唉 有 有吗 嗯 可能 是因为不再害怕了吧 我之前 一直不敢想象自己成为骑士之后会是什么样子 总觉得期望越大 失望就会越大 但是 就算将来成为了骑士 说不定 我也还是会做着和现在一样的事吧 就算只是一些琐事也好 就算再辛苦再累 也没关系 因为我不是出于女仆的身份 而是出于自己的意志 才决定去做这些事的 嗯 不用想要成为谁 也不用想会不会失败 只要下一次考试 比上一次的自己做得更好 总有一天 我也可以 成为让自己感到骄傲的骑士吧 啊 凯 凯亚队长 这 这我怎么可能做得到 凯亚队长的想法和计划 有时候 我连看懂都很不容易了 要模仿凯亚队长 唉 完全没有头绪啊 呃 这是要先定一个高一些的目标 然后慢慢去实现吗 确实 目标这么高的话 暂时实现不了 也不会太失落 凯亚队长 好像有在天使的馈赠打探消息的习惯 听说上次能抓住企图混入蒙德的盗宝团成员 也是多亏凯亚队长打探来的情报 嗯 希望我也能为蒙德打听到有用的线索 荣誉骑士和诺埃尔 要来喝一杯吗 虽然只能给你们提供五酒精的饮品就是了 不 不用了 查尔斯先生 我们不是来喝饮料的 我想请问一下 酒馆里最近 嗯 有什么麻烦的人物出现吗 麻烦的人物 嗯 我想想 好像是有那么一位 这 真的吗 就是坐在那边喝酒的派恩 他一直在续杯 点的又是店里最烈的午后之死 看他摇摇晃晃的样子 万一醉倒在酒馆里可就麻烦了呀 这 确实是有点麻烦 虽然我想问的好像不是这件事 嗯 那请问酒馆里有什么和平时不太一样的地方吗 和平时不太一样的地方 让我想想啊 有了 酒馆二楼还有杯盘没清理 应该是上午来的客人留下的 可我现在还有不少账目要处理 如果到了晚上还空不住手去打扫干净迎客 就成大麻烦了 是吗 那可真是不得了 需要我帮忙吗 啊 啊 抱歉 不自觉的就 查尔斯先生 我想问的其实是 诺埃尔 是想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吗 那真是辛苦你了 上次帮忙搬运酒桶的事都还没好好向你道谢 现在又要麻烦你 多少有些过意不去 但现在也确实是有点忙不过来 如果方便的话 能请你临时当一回酒馆女士吗 诶 诶 那好吧 看样子 也确实很需要帮忙啊 真是太感谢了 那就麻烦你先把这杯午后之死送给派恩 再清理一下二楼的桌子 差不多就是这样 我先去算清账目 酒馆里的事就都拜托了 呃 好像 顺着气氛 不知不觉 就变成这样了 果然 凯亚队长那样聪明的说话方式 有些不好模仿 不 不过 在酒馆做女士 应该 也可以打探到消息吧 书里经常有这样的桥段呢 帮忙工作的时候 稍微留心一下吧 帮恩先生 您点的酒到了 呃 什么 什么东西 呃 先放一遍 让我缓一缓 这酒真是有够烈的 有点 难受 帮恩先生 你没事吧 需不需要休息一下 呃 我想想 凯亚队长 应该会先把对方灌醉 再想办法问出情报 确 确 确实 得换个方向 嗯 凯亚队长 还会用亲切的态度 让对方放下戒心 要从对方的处境入手 做出一心要帮助对方的样子 然后慢慢引出话题 要帮助现在的帮恩先生 该怎么办呢 有啦 我为备烤准备的国府 正好能给潘恩先生解酒 来 潘恩先生 请吃些东西缓一缓吧 这是 什么 酸酸甜甜的 嗯 我感觉 稍微好一点了 你是 诺埃尔 哎 旁边的又是 潘恩先生 你感觉好些了吗 有 想说些什么吗 旁边的 这不是我点的 午后之死吗 是你送来的吧 谢啦 诺埃尔 这酒 可真够劲儿的 潘恩先生 潘恩先生 怎么会 这样 这样喝酒 会喝坏身体的 嗯 如果客人再多一点的话 说不定会简单一些吗 查尔斯先生还嘱托过要清理二楼的酒桌 哦 如果二楼也坐满客人的话 或许也能在边上听见一些消息吧 查尔斯先生 事情都已经办完了 请问还有需要帮忙的吗 哦 这么快吗 嗯 靠窗那桌的客人刚刚又下了两份订单 麻烦你处理一下吧 好的 请交给我吧 有诺埃尔在 就连酒馆的氛围都活泼起来了 啊 酒馆的工作还真是不容易呢 不过这下 可总算是高一段落了 你也辛苦了 啊 请 情报 不好 我只想着工作 都忘记了 还有收集情报啊 这 这该怎么办 现在也没什么客人能问了 啊 我就连这点小事也处理不好吗 今天真是麻烦你了 诺埃尔 我在这里做酒保也有十多年了 今晚还是第一次看到客人们都这么尽兴 都是因为有你的招待 才让美酒变得更加香蠢了吧 怎 怎么会 我也没有做成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客人们到酒馆来 可不只是为了喝酒啊 都想在一整天的辛劳之后 坐下来慢慢享受一杯酒的闲暇 有时候 除了酒的味道 这种气氛也是他们选择来到酒馆的原因 虽然没有直接酿酒或者调酒 但是啊 他们也确实是因为你的招待才能尽兴 果然 一间酒馆里只有酒保 没有适者的话 就没办法做到这些吧 说不定是时候让老爷再聘请一名女士了 无论如何 今晚实在是太感谢你了 是 是吗 能让大家感到高兴的话 我也很高兴 嗯 虽然没能模仿好凯亚队长 但是 看起来 我也有好好派上用场嘛 嗯 我会好好记住的 谢谢你 虽然看这气氛好像不是向你们搭话的时候 不过 能不能请你们再帮个小忙 醉倒尽兴当然是件好事 醉倒在酒馆里就是件麻烦似的 哎 派恩他晚上又点了两杯午后之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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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